无论增肌还是减脂 营养丰富 干净简单的健康餐 都至关重要 但当我们准备健康餐时 却有很多问题 如果一次准备太多 很快就吃腻了 而如果每天做新的 从买菜 洗菜 切菜 到做饭洗碗 又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既能节省时间 也能保证每次不重样 从而减少我们 在控制饮食中的痛苦 Let's go 各位在我身后 就是我经常去的餐厅 Sweet Green 每次健完身 我都会来这吃一顿 因为它不仅出餐快 还有很多健康选项 谢谢 我感谢 那我发现 类似这样的健康餐 比如Chipotle 或者国内的Vargas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会提前 准备好各种食材 再根据共和客的喜好 同心排列 做上新的一餐 这样的优点 不仅仅是保持新鲜 才能避免每天 吃一样的东西 那我不惊好奇 我们是不是能在家 也这么做呢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各位 这就是我刚从超市 买回来的所有食材 蛋白质 有鸡胸肉 虾和三文鱼 蔬菜有西兰花 鱼甘蓝 胡萝卜和小卷心菜 而碳水 有小土豆 红薯 以及白米和黑米 之所以选择这些食材 除了他们都是我喜欢吃的之外 而且他们做好之后 不管如何排列组合 都能做成好吃的一餐 大家也可以选择 你喜欢吃的随意进行替换 但方法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 把这些所有食材 也就是四五天的量 都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做完 那现在进食开始 首先就准备蛋白质 因为刚买的鸡胸肉 通常会带很多脂肪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切掉 整体切成块 用厨房纸吸干 依次放在烤盘中 再放盐 胡椒 和牛油果油 就可以了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把三文鱼和虾 都分别放在不同的烤盘中 再把烤箱预热到220度 之所以这么准备 是因为用烤箱 可以同时做所有的蛋白质 如果大家没有烤箱的话 可以用空气炸锅 或者煎一下 会用更长的时间 但口感会更好 预热成功后 把所有准备好的蛋白质 都放在烤箱里 设置20分钟 在烤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 准备蔬菜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蔬菜 交手头是胡萝卜 西兰花 鱼甘蓝 和小卷心菜 之所以选这四种蔬菜 除了营养丰富之外 还有它们无论是热的 还是凉的都很好吃 准备它们 我们只需要先烧一锅水 然后将切成块的西兰花 再对半切开 放进锅里 只需要煮一分钟 这样口感就会变得非常脆 然后在保鲜盒里 放一层厨房用纸 这样可以避免西兰花 因为吸收水分而变软 如果你想放很久 可以入手一个真空保鲜盒 马上放到冰箱里 就可以安全地存储 4到5天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将胡萝卜切片 鱼衣甘蓝去掉根井 小卷心菜 对半切开 用同一锅水 分别煮两分半 60秒和两分半 然后捞出两根 分装在保鲜盒里 再放到冰箱 这样所有蔬菜 就既新鲜 又快速地准备好了 如果熟练的话 我们刚好可以把所有蔬菜 在20分钟内做完 蛋白质也会刚刚烤好 到现在 我们总共采用了 不到45分钟 继续加油 尽管只有20分钟 这样烤出来的鸡胸肉 外焦里嫩 三文鱼 肉质细腻 虾 口感Q弹 无论是加热 还是凉拌 都很好吃 把它们用同样的方法 分装起来 接下来 我们可以开始准备碳水了 和蔬菜一样 我准备了四种碳水 虽然我每顿吃白米都不会腻 但剩下这三种碳水 有更高的纤维含量 也就是相同的分量下 可能会有更多饱腹感 这对于减脂 或保持身材来说 非常有帮助 首先将白米黑米和水 按1比1比2的比例 放在电汤锅里 搅拌均匀 煮30分钟左右 然后将烤箱预热到245摄氏度 小土豆对半切开 红薯去皮切成小块 放在不同的烤盘中 放点橄榄油和盐 并搅拌均匀 确保小土豆的切面朝下 然后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 烤2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厨房 20分钟后 就应该都做好了 烤好的红薯和土豆 表面应该带一点点焦 口感香甜软糯 而米饭也变得饱满分明 放凉之后 再放进冰箱里 这样在90分钟内 我们就把所有的食物 都准备好了 可能健身的人都能体会 这种冰箱里 有做好食物的安全感 但下一步才是重点 我们该如何在想吃的时候 把它们快速拼接成 既健康又好吃的一餐呢 要同时做到这两点 我们只需要在一顿饭里 既有蛋白质 碳水 也有新鲜蔬菜 同时 再通过添加各种调料 来让我们有想吃的欲望 比如 我们可以通过 加一圈大小的米饭 一点胡萝卜 小卷心菜 和羽衣甘蓝 以及150克的鸡胸肉 在微波炉 加热两分钟 再加一点点剁椒酱 组成一个香辣彩虹鸡胸饭 根据ChadGPT的估算 我们这一餐 有50克蛋白质 6.7克脂肪 和40克碳水 非常适合作为训练前后的一餐 若大家希望更省事一点 可以直接放一块鸡胸肉 一些西兰花和小土豆 再加点墨西哥辣酱 就完成了 一道只有347卡的 墨西哥风味鸡胸蔬菜碗 给假如大家吃腻的鸡胸肉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制换成虾 放点羽衣甘蓝 再放点灵糖烧烤酱 就组成了完全不同口味 而且卡路里更低的一餐 轻松和其他减脂餐进行轮换 如果你想增鸡的话 也只需要在原本的基础上 加入一些优质脂肪 比如牛油果和坚果 再加点碳水 就马上变成了 一个有44克蛋白质 32克脂肪 和将近100克碳水的增鸡餐 而我最喜欢吃的三文鱼 也有很多种组合 比如我们可以将三文鱼 羽衣甘蓝和红薯放在一起 配一点罗勒酱 或者米饭 配西兰花 小卷心菜 加三文鱼 再撒一点灵糖照烧酱 形成两种口感不同 但又都百吃不厌的组合 而如果你不想吃太多碳水 也可以放一点蔬菜沙拉 西兰花 泡菜 三文鱼 拥有果 海苔脆 芝麻 再放一点辣酱 就变成了一顿 很适合生酮饮食的 韩式健康餐 我一般会把它作为 每天的第一顿 不仅营养丰富 也不会因为血糖突然升高 而让我感到头晕 我说实话 实话还不错 光你觉得好吃不行啊 我们得找人来评价一下 我现在到了健身房的门口 刚才做的所有健康餐 我都放在这个包里 我会把它们随机送给 健身房的人 我的健康餐 Let's go Read my food from 1 to 10 If you like it, you can keep the food All right, sounds good You're good? Fire, yeah Good flavor Salmon super tender Definitely a 10 Really? Yeah Oh my god I just got a first 10 here You want to keep it? Yeah Let me eat it after my workout As honest as I can, let's do it Tender Got some seasoning Perfect on the spice I love it Honest opinion I give it a 7.58 I could eat this right now I just go home Salmon is very moist That's a 10 for sure Let's go You want to keep it? Yes That is fire Flavor profile blends really well Nice and light 8 out of 10 How can I improve from this? Just a little bit more sauce Speed guy right here Tammon's fire though Trip is fire too That is fire You can start selling these? No, no, no Just making video I need your recipes How do you rate this? That one's 11 11 11 F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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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of course 就把所有的餐都送上去了 看来喜欢健身的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只要蛋白质给的够多 其实准备健康餐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而且也可以很好吃 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视频能给大家一些灵感 来创造出属于你能够长期坚持的健康餐 我把上面的所有技巧都总结成一图流 大家可以点个收藏 方便反复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备餐的好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在家里面中 如果这种是唐生的 那我吃过 我没想到 我给你再多吃 第10 第10 第11 第1 第10 第19